为了推广爱护海洋理念相关 推广协会展开了为期60天的 全台海岸徒步环岛活动 这个月2号从彰化出发 在今天抵达了宜兰 还跟在地两所学校的师生会合 漫步苏花公路 让孩子用双脚来见证海岸线 爱护环境 小朋友开心毕业 漫步在苏花公路上 他们是来自宜兰南安国中的学生 24号加入海岸徒步环岛活动 沿着苏花公路海岸线 行走14公里 漫步认识家乡环境 有没有觉得很累啊 还好 假如快三十 有意义 多那个接触一下 大自然 大自然环境 台湾海洋环境教育图广协会 这个月发起全台海岸徒步环岛 2号从彰化出发后 走了23天 来到宜兰也邀请在地的两校师生 加入响应 身为南方澳的孩子 一直跟海在一起 那所以呢 整条苏花公路 都是他们的游戏场 今天的队伍当中 有超过100位 我们有两群来自宜兰的学生 宜兰有双脚跟最慢的速度 见证我们的海岸线角 即便脚酸嫌累 不过在这独特的湖外课程中 宜兰收获满满 旧派未来海童 也能证实海洋污染的问题 一同为环境保育 尽一分心力 记者李克宜 一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